明慧網周日報導 反迫害20週年之際 法輪功學員近日將一批惡人名單遞交到美國國務院 要求根據相關法律將其列入特殊名單 對其拒發美國簽證 禁止其入境 明慧網周日報導 列出了法輪功學員近日遞交 美國國務院惡人名單中的20人 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長劉雲山 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趙飛 前山西省監獄管理局局長馮征 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黃傑夫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移植中心主任鄭樹森等 文章說 這20人是名單上的一部分 只為說明名單會涵蓋各個地區、各個行業 及各個級別的惡人 美國國務院官員還告知美國法輪功學員以下事實 1. 近年中國有多人因迫害法輪功學員被拒簽 2. 明慧網是可信賴、可引用的信息來源 3. 人權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懲罰之列 4. 他們不看中迫害案例數量而看中具體事實 5. 對嚴重侵犯人權的惡行 如酷刑、毆打、實施單位的負責人可列入懲罰名單 6. 美國相關辦公室人員擴充一倍 加大力度審核、限制各國人權迫害者的簽證申請 7. 目前有28個國家制定或準備制定 類似於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 對人權迫害者舉發簽證、凍結海外資產 5月31號 明慧網發表通告 美國國務院將更加嚴格審查簽證申請 對人權及宗教迫害者舉發簽證 包括移民和非移民簽證 如旅遊、探親、商務等 已經得到簽證的人包括綠卡持有者 也可能被拒入境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田瑞綜合報導